旺角布顿的被告是有个判刑出了来 我有以下的评论的 我们见到首被告是被判4年3个月的监禁 因为他是暴动罪罪名成立 我认为这个判刑都是属于合理的 因为我们见到过去有关暴动罪的判刑 有试过都是由4至6年的监禁都有 考虑到被告本身的年纪相对轻一些 可能已经减了一点 所以这4年多些的监禁刑期我相信都是合理 我再三强调法官也强调 今次的判刑必须有一定的阻吓性 同时间也再三讲清楚 政治的诉求不能够诉诸暴力 政治的诉求也不能够合理化暴力的行为 所以在今次的判刑 法官再三重申必须有足够的阻吓性 否则会扰乱我们社会的秩序 我希望大家都看到这个判刑知道 这种暴力的行为是我们社会上不能够接受的 其实大概就是这样 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就OK了 就是这样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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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